一个巨大无比的五色球形光幕 以五根晴天光柱为中心 缓缓地浮现出来 将着天空连同下边的晴天飓风 一起照在下面 一股磅礴的力量 距离从五色光幕中散发出来 轻轻一个波动 就使得附近虚空碎裂崩溃 而岁月殿内 殿内涌动的风暴此刻已经停止 所有元气波动尽数收敛 进了那五色光幕当中 光幕上浮现出一道道五色灵纹 散发出轻柔五色的光芒 没有一丝杀气 仿佛一道寻常的禁止 但是韩丽望着五色光幕的目光 却凝重至极 甚至有种心惊肉跳之感 他处物法器中的通天剑图 此刻突然光芒大盛 朝着五色光幕 发出阵阵低鸣 透出一股疑叫高下之意 韩丽感觉到处物法器内发生的异样 略微一争 但是此刻情况紧迫呀 他也顾不上啊 这个这个 管这些 他看向焦三 问道 焦三道友 你似乎对着五行烟空大阵颇为了解 此阵到底是什么法阵 韩丽的声音只在三人附近响起 并不传播改 胡三也寻声看了过来 焦三面色有些难看的说道 五行烟空大阵 是上古十大席阵之一 早已失传 所以极少有人知道 想不到这里 竟然有一座 此处法阵 虽然看起来并不完整 只是用五件仙器之力 再配合法阵勉强拼凑出来的 但此大阵威力之强 恐怕也不是我们可以抵挡的 胡三焦急地问道 那怎么办啊 难道真要被那牛鼻子给灭杀在这儿呢 焦三神情沉重 默然一下缓缓地说道 事到如今 也只能拼死抵挡了 胡三听闻这话张了张嘴 脸慢慢地变得苍白 韩丽的神情虽然同样凝重 却没有太多绝望 目光四下群寻 心中念头转动 这倒映真人啊 显然是打算一不做二不休 把自己等人连同那些妖魔 甚至包括齐魔子都灭杀于此 但是他可不认为 齐魔子和那五个妖魔真会束手就擒 若是他们和自己三人能齐心协力 这问题自然容易得多 不过道映真人显然看出了现场的局势 知道在场这些人不可能合作 另外白骨妖魔望向齐魔子寒声的传声说道 齐魔子道友 你先前不是跟我们说你可以拿到岁月神灯 并且控制此地的五行湮灭大阵 这是怎么回事 其他几个妖魔也怒视齐魔子 只有英比妖魔神情还算平静 齐魔子先前告诉五人的是 他可以控制岁月殿内的一切 到了这里可以轻易灭杀掉韩丽等人 掠夺韩丽等人身上的宝物 届时齐魔子会把一半的宝物分给他们 而五个妖魔对自己的实力也极有信心 才随着齐魔子来此 想不到情况竟完全不是 那么回事 齐魔子面色阴沉 却没有说话 站在旁边的雄山 望着几个人也是一言不发 而蓝原子和蓝炎看到五色光幕的情况 立刻再次远离了祭坛一段距离 而是来到了大殿入口附近 却没有靠近韩丽三人或者齐魔子七人 似乎并不信任韩丽等人 此刻囚刑光幕内 倒映真人已经停止了施法 他的面色发白 似乎催动法阵消耗了大量元气 但是他神情间却异常兴奋 狂热地望着周围的五色光幕 倒映真人随即目光一转 望向韩丽等人 嘴角露出一丝争笑 手中掐绝一挥 五色光幕立刻一亮 上面浮现出一个个圆形的斑点 然后无数人头大小的光球 从中飞射而出 以雷霆万军之势打向殿内所有的人 每个光球之上都闪动着五色的光芒 而每一种光芒呢 都散发出一股法则之力 正是金木水火土 分属五行 五种法则激烈的冲突 却没有彻底的爆发 只是发出惊雷碰撞般的炸鸣之声 直阵的殿内众人是两耳欲聋 嗡嗡直响 声势至灵力 让众人不禁心惊胆战 殿内众人面上变色 急忙纷纷设法防御 鹰壁妖魔 铜狮妖魔 白骨妖魔 血手妖魔 龟背妖魔身上的黑气翻涌 再次献出凶兽的本相 同时各自施展出灵欲来 五个黑色的灵欲交织在一起 瞬间形成一个椭圆形的黑色光阵 五头黑色巨兽虚影 端坐其中正是五支玉灵 这五支玉灵异常强大 口中喷出无数的黑色闪电 漆黑魔艳在光阵内交织闪动 更有密密麻麻的黑色符纹 在其中翻滚 使得黑色光阵稳固无比 几乎凝成实质 这是他们五人 以灵欲形成的四项玉魔阵 使他们五人 压箱底的神通了 不仅如此 这五魔张口一吐啊 喷出一件件五光石色的魔器 足有近百件之多 每一件都散发出 强大无比的魔器波动 在黑色光阵内飞驰游走 更增四项玉魔阵的威势 不知英比妖魔五人 是不是因为脑恨其魔子 而没能做到先前的承诺 四项玉魔阵并未笼罩住 齐魔子和雄山二人 将他二人并排啊 挤到了外边 齐魔子看到此幕并未慌张 反而露出一丝冷笑 他身上金光大盛 朝四周一卷而开 形成了一个十几丈大小的金色淋浴 将他和雄山笼罩在其中 这一层灵域浓郁无比 从外面看不到里边的情况 只能隐约看到里面 闪过几道宝光 似乎是齐魔子祭出什么 护身仙气 蓝氏兄妹修炼的水之法则呢 善于防守 二人原本颇为自信 能够抵挡住五行烟空大阵的攻击 否则他们也不会选择独自行动 但是当他们感受到了那些 五色光球的威能 面色立刻变了 马上张开了淋浴 彼此交织覆盖在了一起 一根根蓝色法则金丝 从二人体内飞射而出 也交缠在一起 隐隐相容 在二人身周啊 形成一个蓝色的漩涡 漩涡一闪之下 浮现出两个玉灵 皆是半人半兽的形态 上半身是人 下半身是蛇 手中更持着两柄蓝光缭绕的 三股水叉 两个玉灵围绕着蓝原子 二人飞快地游走 手中水叉舞动 无数蓝色水雷 从中飞射而出 绕着二人飞悬不定 而韩丽三人这边呢 也早已布下了防御阵势 胡三最先动手 他立刻张开淋浴 翻手祭出了天壶化血刀 他同时张口喷出一团精血 没入了天壶化血刀之内 刀身立刻腾起夺目无比的血盲 体积也瞬间丈大百倍 化为了一柄足有数十丈大小的血色巨韧 胡三两手急急地掐绝 血色巨人立刻分影化开 化作了一片血色光幕 笼罩在三人的周围 与此同时啊 焦三体表暗红的光芒流转之下 也张开了灵域 同时四道暗红金光 从他身上飞射而出 分别落在灵域四面八方 却是四座暗红的牌楼 这四座牌楼上分别写着 东南西北四个大字 散发出万道暗红的光芒 彼此交缠在一起 形成一个暗红的光照 互助三人 就在此时 一大片金色霞光 从韩力身上绽放开来 形成一个十几丈大小 有如十字时间灵域 照住二人 布在了最里面 同时啊 一团翠绿的霞光闪过 玄天葫芦在他头顶浮现出来 葫芦周围光芒一颤 三十六柄青竹风云剑 从中飞射而出 围绕着三人盘旋飞舞 形成一个防御剑阵 感谢各位道友的收听 这一集的节目就到这 下期我们继续修仙